兩名男子到台北市信義區知名的拉麵店 車子圍停並排 警察來取締 結果兩個人都抱同一個身分 原來駕駛根本無照 員警準備扣車的時候 引爆車主不滿當場刁罵還爆發衝突 也被警方壓制以妨害公務送辦 怎樣 什麼問題 跟你說了 我要一致保管你的車輛 眼看愛車就要被扣走 車主情緒瞬間暴走 說什麼不讓就是不讓 和警方不斷拉拉扯扯 還飆罵不雅自言 出我車啦 你幹什麼 幹什麼 原來車主當時去拉麵店籌號碼牌 才拿到一半發現車子要被扣走 三步並坐兩步 飛奔回來喊遠景爆發衝突 走 走 你要坐什麼 但警方表明是對方違規在線 車子並排鄰庭 而且當時坐在駕駛座的男子 還是無照 你在這邊並排鄰庭 再來你無照 我兩張都會開 事發就在台北市新義區 兩名男子相約去吃知名拉麵店 車主先抽單 朋友幫他臨庭路邊 警方上前盤查 但朋友自稱是車主還提供證件 這是真正的零姓車主跑了回來 被警方戳破 朋友根本是謊報身份 但車主由於也辱罵警方 被依妨害公務送辦 零姓嫌犯因不滿 原警對其朋友舉發 不照駕駛 並禁止行移動 遭警方移置車輛包管 預置行將車輛死零 貪圖意識方便 並排圍庭還謊報身份 這下車子不但被調扣 還和警方開錯單 最佳一等多一條許公務員 登載不時移送偵辦 接著我幫忙忘記啊 台北報道